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彩色纸盘 纸杯 吸管 好 材料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呢 要活动一下我们的手指了 让我们一起说 十指拇指碰碰 十指中指并落 做法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 手指已经活动开了 那真真老师 我们应该先从哪开始呢 第一步 我们先准备一个指盘 做船身 熊熊小朋友 你看这个指盘什么颜色的呀 红色 红色 我们今天用红色来做船身 将它对折 颜线剪开 我们看到 老师选用了红颜色的指盘来做这个翻船 那小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颜色的指盘 大一点的 小一点的 都可以 只要把它们做得好看就可以了 再把有弧度的地方剪掉 另一个也是这样 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看 我这里有圆形 三角形 梯形 那它像什么形状呢 梯形 啪锁 梯成板 接下来 我们把两个船身固定在一起 做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但是它还不能立足 熊熊小朋友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往里面塞东西 答对了 非常好 老师呀 也有一个秘密武器 你看 是什么 纸杯 对 纸杯 我们把纸杯的上半部分剪掉 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塞进船身里 这样小船就能立住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船翻 准备彩色的长方形海绵纸条 熊熊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好不好 一 二 对 是两个 我们用打孔器在海绵纸上 打出两个小圆孔 在这个位置 另一张也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用吸管把海绵纸穿起来 另一个要反过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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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穿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生活当中 包括手工制作当中 有很多方法都是相通的 来自于生活 那刚才这个方法既简单 做出来的效果又明显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吧 这样船翻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固定在船身里 我的帆船做好了 我还给它准备了一个水池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那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来看一看 绿泡泡做的这个 绿颜色的 当然这个船翻是黑色的 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没错 这就是一艘海盗帆船 非常的帅气 当然了 小朋友们 海盗帆船看上去帅气 但是海盗 可不帅气啊 并不好对不对啊 因为他们老干一些坏事 不过呢 我们可以借鉴 这个海盗船的样子 来做上漂亮的 海盗帆船 好 来看看 我做的是一艘粉色的帆船 一看就是这个 小女生的这个颜色 对 非常的柔美是不是 很漂亮 好 我们来看小朋友做的吧 熊熊小朋友做的这个 都有什么颜色 给我们讲一讲 黄色和蓝色 黄色和蓝色 两个颜色配在一起也很漂亮 来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 小朋友 做的 真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